报导说目击者看到 这架飞机坠下来的时候 好像有一只翅膀已经断掉了 然后呢今天张延廷张将军 他也讲了我觉得他是专业 他说这个飞机一直好好的 就是突然窒息坠 他说一般如果机舰故障 或者这种普通机舰 他会有一个操纵 有一个在希望能够把飞机 挣扎要救的一个过程 他的说这个完全没有 大家看到右边的画面 他就是一个垂直的垂直掉下来 那当然今天也立刻有人找了 这个飞机的这个型号 他的这个款式 就是说这款飞机安全性蛮高的 非常高 对在过去几乎没什么出事的 一个这个记录 他是巴西航空工业做的 Legacy 600型 那这个飞机只出过 20年来只出过一次死 那是人为因素很清楚造成的 飞机本身是几乎是没有事故的 那这个飞机两种可能啦 那一个就是飞弹打下来的 可是飞弹打下来它会有很多碎片 会跟着散落 那这个就会知道 那另外可能就是说 它内部机舰被人家设计去破坏 然后呢它可能 哪一个机舰完全失灵 要不然它不会这么快的这样掉下来 我自己看就是说 这个因为在离开了莫斯科机场 没有几分钟啊 15分钟就刚离开莫斯科机场啊 就坠毁啊 那这个我觉得啊 这个等于是在俄罗斯的经济重镇 发生一个飞机的降落 那你如果说外军 外面的力量如果打下来的话 那我觉得俄罗斯的整个防空系统 那形同虚设 这个经济重镇应该是铜墙铁壁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大陆网媒 很快的提出了所谓的九种可能 这九种可能当就盘点了所有的 包括机械包括天后啊 包括可能什么舱内里面起了内讧等等啊 包括乌克兰也是一种可能啊 立陶宛波兰也是一种可能啊 美国对不对也有动机啊 还有普丁啊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俄罗斯的军方 因为这个瓦格纳普里格金之前 他的兵变就是因为不满俄罗斯军方嘛 他不是不满普丁嘛 所以有动机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很多网友说 假死啦 这是一个顿逃数对不对啊 所以就是九种可能啊 当然这九种可能就包天包地 全部都包进去了啊 但是此刻来看 我们看到各方的消息 应该是可以确定 他就是人为的 人为的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假死啊 这个就是因为 在同时起飞有两架飞机 是同型的 一架出事另外一架立刻回来了 那就降落了 那就是说普里格金 其实他因为久居在这种军事 这样高度的紧张斗争 他其实是有警觉性的 所以他这个常常就是说 明子在这个飞机 他搞不过躲在另一架飞机 他两架飞机 所以有人在猜测 其实啊他没死 没死 然后呢他的另外一架飞机啊 躲过了这次灾害 躲过这次这个对他的攻击啊 不过这都很难讲啊 都很难讲 那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说 他死对谁有罪有利 谁得利 谁得利 那这我们不得不从一些历史的角度 来划书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 中国历史上大家都蛮清楚的 就是雍正跟年根瑶的事情 你知道雍正刚即位之久不久之后呢 这个青海的折布尊丹巴 那个他就叛变 而且大规模的叛变 那雍正最后选年根瑶 因为年根瑶事实上 他年根瑶的妹妹嫁给了雍正 是年飞 那年根瑶等于说是雍正的小大舅子 所以有这个关系 那雍正也正好要借军权 来掌握他对这个军队的控制 他就叛年根瑶 年根瑶非常有军事才能 去了真的把这个青海的这个兵变 把他压下来了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他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掌握军权 跟年根瑶非常非常的跋扈 而且呢功高镇主 他这个啊军威非常的强 有一些有一种 有一个说法说 在冬天的时候 大家军人手放在那个外面的时候 扶着那个扶着他的轿子的时候 他在里面说天那么冷 去守吧 因为他的那些那些四位啊军官啊 拿着刀把自己手就砍掉了 可见他的军威有多强 去守自己把自己人以为去守 他说怎么你们听错了 我是说手不要扶了 结果他们自己吧 那有一个故事讲就是说 当时年根瑶扩胜回北京城的时候 雍正全程欢迎他 封疆大意都到街上去欢迎他 结果呢这个雍正非常高 要见年根瑶 然后看他部队每个人怎么样 都是什么 非常非常警觉心 动都不敢动 穿着盔甲什么 那雍正说 大家辛苦了 你们就放松吧 不要手吸 坐下来休息吧 那个军队没有人听皇帝的 结果呢 这些军队雍正就想很奇怪 我叫你们松懈一下 就把这个盔甲拿下来做一做都不听 结果那些人都不敢动 结果年根瑶就说 你们松懈一下把盔甲卸了 那些才动 这一步应该让雍正的警戒性大起 对不对 皇帝的话不听 只听大将军的 对所以最后什么 最后雍正被租九卒啊 年根瑶被租九卒啊 对不起年根瑶被租九卒啊 所以啊这个故事 我今天一看到这个瓦格纳啊 这个普里格金的这个下场啊 我第一个想起来这个故事 当然不是说我有证据 我这样讲好像这个 可是我觉得啊 功高震主的人啊 尤其军方功高震主 下场都不好 普里格金这个兵变 也不过才两个月嘛 对不对啊 他当时兵变的时候 说实话那场兵变 也很突然 也很戏剧性 然后这个西方国家呢 高度关注啊 西方国家感觉上也是欢欣鼓舞 但是后来大家看到 大家觉得普丁发挥了智慧啊 然后因为这场兵变 就不是针对普丁嘛 他是效忠普丁的 他是针对这个俄罗斯军方 少议谷那批人啊 所以后来呢 这个安排大家都知道 后来就是让他到白俄去 那卢卡申科也伸出了元首啊 卢卡申科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详细谈了这个过程 那所以就是三个兄弟感觉上 大家的感情还是挺好的 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兵变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 以普丁的个性来讲 他绝对不能够容忍 绝对会算算账 只是后来两个月 大家觉得和平收场 所以大家才会怀疑说 这是一场戏嘛 那今天来看 第一个假设啦 假设真的是普丁动手的话 那确实他的这个兵变是真的 就不是什么大戏了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这个普丁动手的几率高吗 我觉得普里格金他到白俄了以后 他并没有 就并没有把他的姿态放低 他不断在白俄 事实上造成这个立陶宛 跟波兰的高度警戒 那他的动机 他还是造成了整个区域的紧张 这个对于整个俄欧的战绩 其实我那时候就很纳闷 为什么俄罗斯要这样做 因为你现在你已经反攻为首了 你就是等乌克兰进入你的包围圈 或者进入你的这个防守圈 把它殲灭啊 就差不多了 因为乌克兰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为什么要新开战场呢 在这个立陶宛跟波兰这个边界 造成这么紧张的这个局势 美国驻白俄罗大使馆 已经叫所有的美国侨民 要尽快离开了 那局势非常的紧张 另外一个就是在非洲的部分 最近宁日发生政变 那宁日这个政变 已经是连续在非洲第三个政变了 那之前有这个 有这个布基纳发售 在西非好几个国家 那西非国家组织 事实上是不喜欢这种政变的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 他们又反对外力的干预 他不希望法国的军队进来 那现在法国军队想要尽一日去 去弥平这个兵变 那跟阿尔及利亚又有所冲突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这些非洲这些兵变 都跟瓦格纳有关的话 那事实上会增加普丁在外交上的压力 而不是说疏解 但会制造敌人 不会制造朋友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跟瓦格纳都有关 如果说普丁想要让这个 普利格金远离所谓的问题的话 那普利格金的做法 并不是让普丁可以满意的 他让他离开了恶务的战场 可是他到别地方引起的事件 不见得对普丁的整体全盘战略 是有帮助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普利格金就是替他自己挖粉墓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贝塔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吗 não 同时 我们有点静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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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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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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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